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陈阳华酱 阳华你最好使用油脊皮 因为油脊皮它这个水效比较长 使出土壤绒 它可以使出土壤 今天我就给大家分享一款 既经济又环保的这个肥料 它就是冰皮 冰皮吧 你可以用这个大豆冰 芝麻冰和这个花生冰都可以 今天我就拿这个芝麻冰为例 给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芝麻冰包含的这个带领价比较高 它室入土壤肉 冰入这个肥料比较快 这个知乎你以为习俗 这个冰皮怎样来正确的使用呢 我们必须得给它使用钱 给它进行发酵 怎样来给它发酵呢 我们可以把它粘水以后 放到房门那里 盆上水 把它放到这个阳光下爆炸 这个季节一个油脊就可以 其他季节吧 你必须得二到三种 使用钱吧 我们必须还得把它探开 放在阳光下爆炸 晾干以后吧 把它倒退 然后才能使用 什么来使用呢 你想二十到三十这个喷菌 你可以给它用这个四到十五克就可以 我们用这个小厨吧 沿喷起的这个周围 给它划个膏 把这个构成吧 大约一公斤左右 然后我们把这个 比如说沿喷这个喷起的周围 给它慢慢的使用 一样一烧不一段 你可以给它剥皮去吃 这样就大约四十五克 然后呢用小厨用给它覆卖 像给这个花卉室入这个冰体 它效果比较显著 这个质液也茂盛 如果你要有兴趣的情况下 你可以做一下 比较一下这个室入冰体和这个物质体 它的效果有什么不同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山路弄腾羊花样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这个 迭水管饮的养制方法 大家看这是这个迭水管饮 这是一个秤兄的迭水管饮 我现在已经都把它配上秤兄了 现在这个铺感这么高很漂亮 你要养护好了 这个迭水管饮放到这个可情里 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官叶法 但是平常大家有时不乎一把都一 养了以后这个不是叶片发晃 就是这个叶子很松 连我宰坡也是有点圈肥的 不过吧 但是叶片没那么这个不发晃 它还是比较弄绿的 你看 平常养护这个迭水管饮 怎么养护呢 我给大家介绍这么四点 一个是光照 一个是这个温度 一个是这个石碑和这个土壤房 我想给大家介绍这个光照方面 这个光照方面这个迭水管饮是不需枪光的 要是这个光照过枪了 你要把它放到要往特别夏天 你要把它放到这个太阳的事 这个叶片都失去了这个弄绿的光照 出现这个干边的现象 因此法这个平时养殖的时候吧 你必须得把它放到这个实力 有如此弹色光的地方 因此这个中午的这个实验 你要是十点以前 下午四点以后 可以这个叫做減阳阳光 中午这个实验 必须得这个实验以后 用这个调料 给它把这个整个这个 职组这个给它摘着你 不然的话 都把这个鸭片都摔黄了 失去了这个观伤价值 这个施费方面 这个平常给这个 滴水管饮施费 必须得那个模拟 是这个汉子这个胆费比较高的 因为它是一个大型的管业化 它比较吸淡费 加上这个实验费吧 你可以都是平常的那个外号的话 你勾置一些斗鸭毛的 你可以都是按一臂式的这个 笔底给它搅上以后 它这个叶子也弄了 用这个这个 这个滴水管饮施费用图 必须你用这个 土肥性强的 一般这个摘子用图 用这个 土壳砂和这个 院图 加上一些 副质图 把它混合混合出去 它这个土肥性有些强 你脚肥 假设多的话 它都用喷里挤不了肥 这个脚肥方面 这个跌肥管饮是不吸大肥 它用嘛 它是肉质肥 这个不干是喷尔性 它是一个肉质肥 它是喷里怕鸡肥 因此 平常脚肥的时候 你必须得 叫它见干见死 你就是稍微干点这个不好心 它就只能出现这个 这个压子 危险的现象 但是你要是 过烙了以后 它这个根部就不复乱 整个之后 生死都死亡 平常脚肥 你要是 压着的夏天 你也得根据这个 它这个喷土的这个石度来看 你要是 喷得很实 你就不能再脚肥了 你就等了喷土干了再脚 中午这个阳光很强 总是说吧 你可以给它这个 这个叶面 给它 等下空气速度 给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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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飞降稳 这样从中叶子 那个光合作用 很强 这个温度方面 这个低腿管银 它这个正常的生长温度 是 一般在 20度到278度 你要这个温度 夏天过高了吧 刚才我已经也放了 就是 中午可以给它 因为这个 冬天的温度呢 你必须得 保持在七八度以上 它因为它是 比较怕冬的 你要是这个 温度低于这个 三四度 它这个根部 都容易出动 可以 包括这个 鸭皮 都是动腐烂的 这个低腿管银有些朋友 说是这个 它有度 实际吧 它这个根据这个 环保部门这个解说 它是这个 低腿管银是没度的 有度吧 它是很微小一点度 你平常你不五十的 你小孩不长 男子吃的味儿 它绝对不会有 你不幸的 它就 进化空气很好 凡是这个 有点不幸的这个 制服 它这个 一般都是进化空气很好的 它就 像这个刘沃涛 就是一个例子 这个 你都放心 今天这个 低腿管银 今天这个 低腿管银 今天这个 我都给大家解释这些 喜欢的给我盯弯一下 咱们明天再见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山东东东东南华家 今天我为大家 教大家看这个 我用这个银雕给这个 一个朋友带的这个 多肉植物 上面 大家给我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个银雕 这个行吗 那几天我那个朋友拿过来以后 我给它研究了一下 我看这个银雕 它当时这个腐烂的空 我看 我给它选择这个多肉 怎么个待法 它这个银雕 都有的这个空 腐烂的那个 正好都能带这个多肉来 我是根据它这个 这个空的大胸 我自己给它研究一下 我看看这边这个 摘面面以后 这个空比较大 比较大吧以后 我都给它 他很喜欢这个多肉开化的 我都给它 带了一个刺妹 在这边 这边这个 我看得适合 带个那个不大不小 我一看这个小明星的带 还挺好看 这是小明星 小明星 嗯 今天这个 先爬在这儿 我看得这个墨 比较这个套蛋 带好很漂亮 它衬托的这个颜色 它都不一样 嗯 对 正好摘一个 这边这个空有很大 我给它 一个座带 就是那个 一个座头的这个 那个 叫 背墨的 我给它摘了个背墨的 它因为它头多 你摘一个 它就不好看得 这是我这个空冷的 它 紧接着我带着 我给它摘了一个 这个鲜鱼植 鲜鱼植上面有 叫它有 鲜盘子 给它摘了个鲜盘子 今天都给它摘了个鱼植 哇 确实 搭配的确实 这个是什么 这边这个是那个 它有点 这个张床了吧 它有点穿远 我得为给它摘个这个 然后就是 肥肥就在这盘子 盘不摘 这边都给它配合了一个 那个那个 叫 天气了暖 确实 它也开发点 咱们用的这个土的话 就是说 这个都是一样的土吗 这个土 都是用的这个 它都是用的这个 就是复制土 你必须得用复制土 嗯 确实 挺漂亮的 它这个 它这个 跟鱼吧 你脚肥的话 它也脚毛肥 也就是经常 保湿度 它多焦一点 因为它 你要脚的话 它也全裹肥 也就是用鱼 或给它 保湿操伤 它不喜欢大肥肥 本期视频都在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龙腿眼花匠 在我身边是两颗这个 沙漠玫瑰 这个沙漠玫瑰 开的话是比较漂亮的 它这个根部也比较 这个好看 它这个根部 就像这个肉身一样 因此人们对这个 沙漠玫瑰的养殖 比较感兴趣 可是 平常养殖起来 有个朋友吧 对它的这个生活吸引 还不太了解 导致这个沙漠玫瑰 根部腐烂的现象 平常来正常的 洋芝这个沙漠玫瑰呢 根据我感觉的洋芝经验 我给大家分享几点 首先 从这个光照方面来说 沙漠玫瑰是 比较细腔光的 你平常洋芝的时候 必须得叫它 接受全光照 没有光照的情况下 它是开不复华来的 这个浇水方面呢 这个沙漠玫瑰是 比较抗汗的 它和现在一张一样 长在这个沙漠里 对这个水分的要求不大 你要管鱼的浇水 很容易导致这个 根部腐烂的现象 你平常掌握这个 宁安勿石 喷脱干了 对它没什么影响 你这个管鱼黑湿了 很容易导致这个 颈部腐烂的现象 这个土质方面 你带着沙漠玫瑰 你必须用这个 熟通吐漆的土壤 你用桥片里面 可以用这个梅球杂 叫它越卡地大了越好 对它这个 沙漠特别无力 没有桥片的情况下 你可以用这个 土壳山和这个 富叶土 这个沙漠玫瑰 来代替 对它的生长也无力 你假设要用 管鱼黑眼中的土是不行的 它很容易造成这个脊髓 导致根部腐烂的现象 实际方面 沙漠玫瑰 因为花旗很长 它一直开到这个 爽脚前后 对这个 肥料要求也比较严格 你平常吧 可以每个月 给它实际一次 这个利加负荷费 这个利费吧 突进它能开放 这个加分了 突进这个 颈部的费打 好了 关于这个沙漠玫瑰 我们的样子方法 我就给大家介绍再次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